因为我们现在呢 要进入自己细索那个网站的GA 网站流量管理 所以我们到的网址 绝对就是Google Analytics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刚刚说的视窗通通都关掉 然后打开我们的这个Google 浏览器 Google 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再搜寻 搜寻 你就直接输入GOOGLEANYTICS 因为我们现在要用这个APP了 好Enter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通常 通常你看这个上面 他可能会先放广告 例如说好了 假设你打那个明治科技大学 明治科技大学一定是排在第一个 第一个顺位 可是在这个第一顺位的上面一定会有广告 可以吗 我的意思是说我看你们重不重视这个网路行销 例如说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地方我搜寻明治 明治科技大学 因为我们国家是这样规定的 政府机关优于就是把人组织 然后又优于私人企业 那私人企业已经排在后面去了 所以我们就变成必须要用买广告方式抢到头箱 抢到第一个位置 好你看在这个地方明治科技大学 他是不是排在第一顺位 那是前面没有任何的广告 没有任何广告 如果有人买广告 他就会排到明治科技大学前面 那是必须要花钱的 那现在是不用花钱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会看到Google Analytics 那下面就是一些什么Google Analytics 是什么 好我们就点这个Google Analytics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登入 登入一定要登入自己的 一定要登入自己的 就是你管理哪一个网站 就请你登入那一个网站 不是你自己的Gmail 是你们细索的那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稍微等一下 他就会跑出来这个画面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你刚刚不是建了一个网站吗 然后你明天去看他的GA网站分析 这边一定看到都是000 就是没有浏览者 可以了解 也许一个礼拜后 一个月后再去看 他就会有起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这就是GA的首页 这就是GA首页 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请你们现在进入GA的环境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做这件事情 你要先思考 你要先思考一下 你现在做的是GA网站流量分析 对不对 你要做什么事情 会影响到网路的流量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请问如果你今天 你还是去外面打广告 例如说买公车的那个 在捷运上面打广告 还有就是登报纸 请问会不会影响到网站流量 会不会影响 影响还是会 但是很小 可以吗 还不如说我去扫描一个扫QR Code 送账品 有听懂我的意思 这样子 可能你就只要在门口 你只要在那个公砖路 是不是 跟前面那条路三段 然后扫描一个QR Code 然后送一个 送一个小领悟 我跟你讲 然后他就会扫描 然后加入APP 然后看这个明智科技那里 我觉得这样还比较有效 好 这样可以理解 这就是网站 网路的行为 好了 首先 我们到了这个网站 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们现在因为一个人 只管一个网站 可是你看 我 以我来看 我这里面 是不是有 一 二 三 四 我是不是有四个账户 你要你要先知道 这里面这些东西 你真的要知道 假设我今天我就是做网站 我就是一个网站公司 然后帮 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三十个系 我帮三十个系做这个网站 我还是只有一个账户 快了解 我还是只有一个账户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账户底下 它有不同的什么 网站 网站 好 例如说 例如说这个网站 这个账户底下 它就只有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账户底下 它有三个网站 那我现在主要的网站 一定是这一个 所有 所有网站的资料 那我也给你们看一下 我也是另外一个叫做CIMS CIMS 那你也不知道CIMS是什么 所以这是我另外一个账户 然后接下来我的这个网站 然后所有的网站 它是不是就切换 它是不是就切换 这样可以了解 假设你今天你管很多个 一个账户 可以管多少个网站 这应该是你关切的 对不对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切换 好 我还是切换回来到我自己的这一个 一个人 一个Google的Gmail 一个账号 一个账号 就一个Gmail 好 然后它可以管 本来是说管99个 后来有另外一个说法 管25个 可是当你今天超过25个 你就再重新再去申请一个Gmail 你又可以再管99个网站了 有听懂吗 所以它没有设这个网站的限制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超过了 你超过了 它不能够再让你管理 你就再去申请一个Gmail就好了 可以吗 再来 再来 我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何买GA码 那你要先知道你自己的这个GA码是什么 这个GA码有看到吗 这个下面是不是有管理 你们等一下这边不用点 因为你们就只有一个 你就只能管一个就对了 好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有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GA码 GA码在什么地方 你去看一下这边有关于账户的 有关于资源的 有关于资料检视 所以刚刚所说的GA码会在这个资源里面 资源里面有没有看到追踪资讯 追踪资讯 追踪程式码 有看到吗 追踪程式码 这就是我的追踪ID 有听懂吗 我刚刚那个网站 我就只要输入这个追踪ID 贴在刚刚那地方 然后发布出去 然后明天开始 我这个网站就可以看到网站流量分析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这是我现在必须要先告诉 就是说假设万一你不是那个网管人员 没关系 就这个 好 我再重新告诉你 这个追踪ID从哪里来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点选这个管理 本来是不是讲这个样子 我先给你看 本来他应该 他的画面应该是长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到管理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 你要追踪ID 追踪ID在资源里面 追踪ID他跟建立账户是无关的 他跟资料检视也是无关的 他跟资源是有关系的 所以点选这个追踪 这个资源底下追踪资讯 追踪资讯的追踪程式 这边有看到吗 以我的追踪ID就是这一个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还有 有同学 有同学 他是一个已经做好一个网站 你就是那个网站的一个实际的负责人 这个时候 你也想要把这个网站来去做GA 网站流量分析 这个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段城市 这一段城市 他说请把这一段城市 贴到什么地方 黑的 黑的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首页 首页 他是不是有分 那个网页的开始 然后 接下来是不是黑的区 然后下面是不是八底区 请你把这一段城市 就贴在黑的区里面 有听懂吗 这个 连城市码都不用写了 然后 一样一天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 登录他来去做GA网站分析 这样可以大概了解了吗 回去要去试试看这件事